我要吃他手里面的爆米花 一把有爆米花塞到我怀里了 当时我还一乐 我这人是天安萌啊 我当时一想 他这人特靠谱也特老实 结果处了一段时间 我才发现 他根本不是老实啊 他就是说话 说话盖是没脑子 他都做了一些 什么低情商的事啊 平时我生病嘛 一般男朋友不都是 徐寒问的 端茶倒水的嘛 他倒好 他说 多喝点热水 平时生病还是喝热水 我那次也听到 他还让我喝热水 我就不明白了 这热水是你家供的呀 我生病了 不都喝点热水 对身体好吗 我眼睛肿得那么高 你不带我去看医生 也就算了 你让我多喝热水 我干啥不让我多喝热水 那我也不是医生啊 我也不懂那么说啊 那我怎么说 我说你看他替不起人 有时候和他聊天 我就聊不到十句话 还有一次是 我们不是下班了吗 我就特累 我就抱怨两句 也受委屈了 他倒好 才给我来那一句 那你多休息 我还忙 然后我就说 不行 然后完了他倒好 他聊天聊不下去了 我发一个白白这个表情 男的一般人都知道 发白白这个表情 就男方摊上事了呀 他倒好 他以为我要睡觉 那天爱的你睡吧晚 那你工作累了 你说那什么 我要早点睡觉 怎么了 是啊 你让我早点睡觉 没错 你说两句好话 安慰安慰我 那你发了表情 我也以为 你就不想说了呗 不想聊的话 那就睡觉呗 这么长这么晚的时间 你说 你说平时我俩出去的是吧 你说你说话醉一点 他完全就不管我的那些想法 有一次就 我俩约会嘛 挺开始的那件事啊 他倒好 他就 他突然就指到一个女孩 就说 哎呀 特像我前人 然后我说 你们俩怎么分手的呀 你知道人家咋说的吗 人家就说 人家太漂亮 太优秀 我配不上人家 我不优秀 我配得上你 你说全哥 你说 你说 你说我 你说我和前女儿 已经分手了 我背后说的坏话 也不合适 对不对 前女儿也是 长得挺漂亮的 我感觉我配不上他 后来就分手了呀 你就别再重复了 你就别再重复这点事 我问啊 以前女朋友漂亮 现在的女朋友漂亮 各有各的美吗 我抽屉我 我再问一遍啊 以前的女朋友漂亮 现在的女朋友漂亮 她都有各有各的美吗 你还在说 你前女友漂亮 那你和她过去吧 那我背后说她 说她怪话 也不合适 对不对 那我呢 意思是人家 人家太优秀 你配不上人家 意思就是我不优秀 我配得上你呗 我觉得咱俩挺般配的嘛 她这个性格 应该得罪不少人啊 就是如果这么说话的话 她是得罪不少人 有一次顾客给她剪头饭 让她给她烫头饭 你知道吧 她就咬住 死咬住人家 那个顾客说 人家大脸盘 都烫出来绝对不好看 结果倒好 工作被辞了吧 毕竟来找我的嘛 我就这么说了 我说 这个发型 在你那大脸盘脸上 做得不好看 我给你重新设计一个 前脸小的发型 当时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被辞了呀 大哥 你说她花了冤枉钱 因为说不会说话 反正工作丢了 是吧 对 她朋友多吗 她朋友还行 挺多的 那就行 但是多是多 她还得罪了一个 为什么呀 我们那次不是 她带我去朋友聚会吗 她哥们开了一个派对 然后她就看她那个哥们 就是说 换了一个新女朋友嘛 她就感觉挺好奇的 说看了她那个新女朋友 结果人家看见 人家倒好 你知道人家这话咋说的吗 哎你知道吗 我哥们的前女 我长得倍漂亮 但是我感觉 能和你这样的在一起 那肯定找到真爱了 她跟她哥们的女朋友说是吗 对呀 她哥们也在旁边 我好意好意祝福 你知道吗 祝福已经天长地久 你那么一说 你旁边的哥们脸都绿了 你知道吗 本来我哥们前女 确实长得挺漂亮的 对不对 我都实话实说嘛 我希望我哥们 又后来找个 这样的女朋友 那我觉得 找这样的女朋友 我希望我哥们 能找个真爱了呗 那我就祝福她呗 有你那么祝福呢 你明白就去添乱我高年 你说她在朋友面前 说话不注意 也就得了是不是 她在我家里面 她还是这样 我刚开始把她带我家的时候 我认为她挺老实嘛 总比那些花言巧语的男的好 站到我家里面 我爸就说 她是干什么的 她倒是挺如是回答 美发的 一个月震的也不是很多 我爸说 没关系 只要是还年轻 能奋斗 只要有上进心就行 然后又问她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你知道人家怎么说的吗 人家就说 我今年剪头发38 明年我要剪到48 你这志向真高 大哥 那你一下要我剪到88 也不现实嘛 对不对 那我没那个能力嘛 不是 你剪到48了吗 现在 我剪到 那就行嘛 她到现在都还认为 说的是 我 我的远大智商 就是让她剪到88 人家说 你放心 我以后就